第二次说2022年5月份 说的是给房子一块交付 但是到现在还没交付 到现在还没交付 我找了寿楼部 当时找到寿楼部经理 寿楼部经理说你爱咋办咋办 我们就是这样逾期了 你爱咋能咋能 郑州的张先生说 他于2015年购买的 郑州市二七区秀水湾的房子 已经入住了 但地下储藏室却并未交付 就是咱就是想知道 这个地下室啥时候能交 还能不能交了 对 那咱一块先去地下室看看 那现在到底再没来施工啥情况 行 这边来看看 这边都看这四个人都说 这全部门还没装呢 这可能根据我这个地形 这可能是我的地下室 他找到说的店里还没装呢 就是他这么拉这个店 可能就是施工用的 然后咱们交付 还是没有能正常使用 对 刚刚我们也已经去了 张先生家买的储藏室看了 确实是有的通电了 但是有的门都没有安上 那这个储藏室到底啥时候才能交付呢 我们现在也去售楼部问一问 咱们小区的房子已经交了 那这个储藏室不也应该是一起交付的吗 秀水湾售楼部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转让协议里确实约定 地下储藏室与所购的房子 一并交付给乙方使用 但是还有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建设完成且验收合格 所以他们并未违约交付 但对于这一说法 张先生并不认同 双方意见不一的根源 在于转让协议里的前提条件 那么这样的协议约定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 以及双方旅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开发商在这个事情当中 的确存在着违约行为 因为双方在签订地下储藏室 买卖协议时 所购房屋并未交付 同时双方又在协议中约定 地下储藏室的交付 是和房屋一并交付 因此就可以理解为 地下储藏室的交付时间 和房屋的交付时间是一致的 因此开发商主张的建设 以及验收合格之后 在交付 这是开发商自己的义务 而不是持延交付的权利 因此开发商存在违约行为 同时建议购房者 在签订相应的 不动产买卖协议时 应当将价款 面积 坐落 交付时间等 重要的信息约定清楚 避免日后产生争议 律师明确指出 开发商在此事中 存在着违约行为 那么张先生的问题 接下来又该如何解决呢 不管是合理不合理 我们都尽量给你卸上 让能安排给你交 按提前都按给工作部 你卸上过了 可以有钱给你交 你说你还有啥说的 我这边也不想要了 你的预期时间烂了 我这边诉求就是 给我能全款退 全款退了都行 那如果他不要这个出藏室 想退这个出藏室的话 那只能遭遥领导审刑 你现在我们有欠限 秀水湾寿楼部的工作人员称 对于张先生的诉求 能否得到满足 他并不敢保证 但是可以电话询问一下 相关的负责人 我要问你呢 然后说那个地下室 他这边你看能不能退 等他们回来 把这个事要在会上 然后写上后 然后看能不能退 如果退的情况下 五月瓶扎锁 到时候会给你恢复 你保持电话畅导 你就说一个大概到周几 赶安一走的时间行不行 下周二十天 走不走 那一周在那边 看看都给我到 下周二十天 嗯 行